潘多拉报告早前揭露国内一些政商领袖 通过离岸账户作用庞大财富以及涉嫌避税 就连在野党也一再要求国会讨论这份解密文件 对此首相拿杜斯里伊斯迈·沙比里今天强调 政府不会包庇犯罪人士 执法单位可以针对报告内容展开调查行动 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干预 国际记者调查同盟10月初公布的潘多拉报告中 来自朝野的多位政要都被点名 首相今天巡视首都的公共组屋之后 被媒体询问对这份报告的立场时 表明政府开明看待此事 全权交由相关执法单位来采取行动 首相强调如果有人真的犯罪 政府绝不会阻挠执法单位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首相也批评反疫苗人士捏造故事 诽谤和散播假新闻 他提醒国人有许多法令可以被用来对付造谣者 此外首相表明政府还没决定是否强制国人接种新冠疫苗 但他鼓励国人接种以便享有各种便利 例如跨州返回家乡 他提到公共服务总监已经下令全体公务员 包括军人必须接种疫苗 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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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